德云社的徒弟家教有多好 烧饼第一次参加综艺 就被金星吐槽没规矩 哦 没规矩 上了就把那餐巾拆开了 干嘛呢 直到看到烧饼接下来的举动 金星这才后悔不已 原来烧饼发现这里没有主桌 于是他直接把餐巾拆开了 又重新舍了一下 并放在了充门的位置 把它变成了一个主桌 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 周九良几次拉住秦潇贤的举动 更是体现了德云社的教养 在某活动中 秦潇贤和一众师哥们一起上台 等到主持人喊出他们的名字时 秦潇贤立马站了起来准备上台 和一旁的周九良却把他拉了下来 直到几位师哥起身后 秦潇贤这才站了起来 就在几人准备上台时 秦潇贤又走在了前面 最终被周九良及时拉了回来 不得不说 周九良简直为老秦操碎了心 当秦潇贤和师父郭德纲一起喝茶时 一个举动瞬间引起了老郭的不满 你就这么糊涂碰着我呀 这规短啊 这规短啊 这别动 实在没得了 反过来 会了吗 随后郭德纲发现菜凉了 于是他便委婉地提醒了一下老秦 让他去热菜 吃完这顿饭 秦潇贤也产了不少知识 在师父的教导下 秦潇贤也把规矩刻进了丁内里 当他再次参加节目时 直接把中间的位置让给了师哥们 辈小啊 辈小 没有往中间过来 这都是给师哥师哥们的位置 直到看到德云社成员的举动 才明白原来好的教养和学历无关 当孟赫堂发现师父没有收到咸花时 他立马跪在地上 将自己的先发献给师父 不仅如此 当孟赫堂杂卦时 突然提到了刚刚过世的事业 反应过来的他立马在台上跪了下去 不得不说 你永远可以相信德云社的规矩